back to you 王浩和许星他们两个谁才是第一直排 这是2020的卡塔尔公开赛 许星这球步伐真的是太快了 许星这球还是被顶到了 速度初步来 被王浩扛了一个正手空档 相对于许星王浩的正防守实力更加均衡 在打法上更像是一个横板 许星在防守位的进攻还是以侧身为主 但是他的正手空档就很容易暴露出来 加尔降车中许星的速度稍微还是慢了一点 加尔防守位 王浩还是以横打为主 侧身的比较少 屈星的后圈球还是以一种旋转弱点为主 王浩也是抓住了这一点 在进台快带 现在是第三局4比4 王浩接宝球领了一个直线大脚 在接宝球手段上 还是要更加丰富一些 屈星这个球还是有些上当了 王浩得一板快时 干脆力度拿下这一分 王浩发了一个正手的半出台 再配合下板的赤身防拉 帮他11比9拿下了第三局 徐星的发守位还是被王浩压住了 一旦正手的质量出不来 就很被动了 相对于王浩 徐星的发守 更多的是为正手去创造机会 缺乏一定的进攻能力 王浩一个突然性很强的直排很打 打这个屈星的步伐没有跟上 下榜就很被动了 12年的王浩 状态还是有些下滑了 就像这个球步伐没有调整过来 在第五局 王浩是创始了一个赛点 被徐星逆转了 王浩的正手护全球 上得徐星还是要更重一些 而徐星是以旋转为主 现在是3比3平打决胜局了 王浩这球的黄源稍微还是慢了一点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29岁了 徐星奔向方球后就射程去抢拉 不料王浩这阶也拧拉上手 打乱了他的节奏 因为徐星是比较平打面打法的 虽然他遇到王浩 还是需要更短的跑动 王浩也是通过两个大脚 去掉动徐星 像这种球 徐星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王浩都是在进台 压着球去打 打到了决胜局 对王浩的体力也是一个考验 而铁灵这一块 正是徐星的优势 徐星接宝球这手拧了一板 这个技术现在是非常罕见的 帮他罔救了第二个赛点 最后是徐星 4比3战胜了王浩 完成了一个大逆转